它去哪裡啊 韓國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我們的星座 所以大家一定是非常期待 天原吉利三道會有什麼樣的發表會呢 那我們自己也要跳跳 你們要跳回來吧 來跳 來跳 其實這飯店看起來還蠻高級的 尤其它的拉筆超大 等一下 一下 一下 一 哎唷 文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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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再見和世界 四季國 你們本來不是約五點半嗎 五點半 我就是直接說六點然後驚醒 我也是 六點 六點然後看LINE圈說 喔改六點半集合 我原本還想說 沒關係我們都睡個三十五分鐘 然後起來出去再拍一個什麼東西 對 追起來怎麼六點了 已經這樣連了 它直接連到上面有個大的水族上 它的雨是可以往上 這看起來好好吃喔 看起來好好吃 怎樣啊 這次看起來好像可以吃 現在來到的是我們住的Hotel的最高樓三十樓的一個bar這邊 那因為明天的工作其實還算蠻晚的 就大概十點之後才有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讓fee好睡一點 所以我們這邊點了一兩杯的調酒 來這邊享受一下韓國的夜晚生活 因為明天就要回去了 所以趕快享受一下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韓國的風景 夜景其實還蠻漂亮的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大家一定要來韓國玩一次 那我們就明天的工作再見咧 那我們就開喝 嗨 剛剛吃完早餐了 然後早餐還不錯吃 是齁 對 可是吃得有點急促就對了 對 那夜景今天來到了 就是大家看到後面版本 冰雲記第三 那之前開實況的時候 有跟大家就是 有玩過前面的前作 不知道大家還不記得 那這一次呢 就是來到韓國之旅 就是特別為了2K邀請夜景來 然後來到冰雲記第三的會場這邊 那其實會場裡面 昨天已經有先拿到這一袋了 然後這就是他們 剛剛給我們的一個小小的贈品 那裡面有哪些東西 其實有一個已經穿在身上 就這件衣服 大家看一下 還蠻好看的 嗯 主視覺很好看 這件特別的鮮豔 所以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好然後其實袋子裡面 還有其他的小小的東西 那我們等一下到旁邊 然後拿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次在會場裡面 我們會有機會 跟Saga一起試玩遊戲 然後可能還有製作人 跟美術的製作人 會有一些特別的QA 然後我們會問他們 那這算是特別的福利吧 我們就等一下來玩點看一下 蜘蛛人他們有什麼話 要跟我們說吧 那我們就來開箱 這次就是我們 別人精神山的一些小小官方的周邊 那這邊還有一個海報 我還沒有看過 我們先來看一下吧 因為今天有機會 又可以訪問到製作人 我想說要不要給他們簽名 給大家看一下 哇 欸欸欸欸 還沒關嗎 這麼大張是不是 這麼大張是不是 這上面好像是一些 歷代的主角 然後一些重要的NPC 重要的角色 都在這上面 還蠻好看的耶 這怎麼感覺 好像是某一個史詩節油畫 然後把它換成 別人精神山的角色 那我們再看一下 其他周邊的部分 這邊有別人精神的貼紙 然後還有這次 新家的三代的角色 然後跟這個 這應該是這次的主事局之一吧 就是他們那個小兵的面具 然後是用彩色的方式 那這個圖案也是現在 葉子剛穿的這件衣服的圖案 嗯 真的還蠻鮮豔的 那這個面具啊 就是 每一代都會 我不知道前面幾代有沒有 可是因為之前二代的時候 有拿過 有拿到過 嗯 我們好像可以今天 在裡面玩的時候 戴這個面具嗎 不知道為什麼 這是會讓你屯過體嗎 有一點耶 其實 這還蠻難呼吸的 可是戴的很帥啊 戴的很帥啊 好 那我們這邊 周邊看完了 那我們差不多要進去會場裡面囉 我們差不多要進去會場裡面囉 我們差不多要進去會場裡面囉 葉子 欸 你怎麼剛好在這邊 欸剛剛好啊 就是有錄過嗎 有錄過是 那你之前有沒有玩過Borderless的 好那我們現在又開始玩囉 那我們這次玩的是 繁體中文版 我覺得真的很棒耶 沒錯 就是技能跟那個 就是界面完全都看得懂 對 那我們下次就立刻來玩吧 對 我今天要玩的角色是Brag 就是他新出的那個 獸王 他可以控制 對對對 會有的是寵物 然後寵物會有不同的能力 那我要玩的是Amara 可以你在我隔壁嗎 對啊 你有看到我嗎 我看一下 喔有有有有 我可以打你嗎 等一下 我看一下 你會扣血嗎 不會啊 他可以交易耶 有他有交易 所以你也可以打到好槍 對對對 可以打你的 就看誰需要什麼槍 解鎖主要的技能 他其實可以對戰你知道嗎 我們兩個可以PK是不是 對他可以PK 一開始應該沒有什麼 有沒有可以叫車 就是車子 我有火箭筒 那是D 拿小槍好了 有什麼打他癢癢的感覺 我六人是 腐蝕的槍 裡面有腐蝕槍以外的嗎 有 有 腐蝕槍來打機器的 射歪 有有有有 這個痛 這個痛 好近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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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死了 好痛 我真的打他很痛耶 死了嗎 快點快點快點 他為什麼只打我啊 哪有 我快死掉了 我的血 真的 你怎麼會快死 我剛剛太靠近他了 好痛 好痛 電線 喔 欸 我扶一下扶一下 他們 我的寵物可以救人嗎 有人被寵物救我 有耶 欸我起來了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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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打爆手 沒有 他要我破那個電線 他只有他 這是那個劇情演技 劇情喔 對劇情演技 他故意要我們吃 對他故意的 故意的 有點迷路了 還是剛剛那邊樓上可以走 路會上去下去嗎 我看一下 好 正式宣布卡關 完了 完了 這裡是哪裡 找一下 好我們剛剛玩完了 幹什麼 對 然後要不是時間不夠關 其實我是一路把他破完 對 一定一路把他玩完 對 我覺得他 槍枝一樣是非常豐富 而且就是 不同的技能搭配起來 是蠻有趣的 就是我自己玩起來 光是寵物的選擇 然後還有跟隊友的配合 因為像我自己選擇的寵物 他是屬於比較 回血所以比較彈的 然後如果搭配的是 重火力 可以幫我在後面支援的話 其實就是 而且我們現在只有兩個人 如果到時候是四個人搭配起來 就是非常 應該又會再更簡單一點 然後更豐富一些 對更豐富 而且更有趣 因為每個角色 他的職業技能 其實都可以互相搭配 像我們 我玩的那個amara 他其實 我選的那個技能是 他有一招可以引力 然後把怪物吸在一起 對 然後定住怪物 所以如果是搭配一個 高火力的輸出的話 應該 輕快會比較簡單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不夠 不然其實他還有另外一隻角色 是有那種榴彈砲的 對 感覺是跟你那隻 配合起來是非常非常非常強的 而且他 光是那個武器 像你剛才有冰的武器 對 然後我是用符石的武器 對 但是打不同種類的怪物 可以 呃 自己去選擇 要怎麼搭配 嗯 所以你正式上市之後完 你會選這個職業 我正式上市 我應該會選 那個 另外一隻叫 戰恩的 喔 就是你說的榴彈砲那一隻 不是 戰恩是 他是會 他會放那個 他會放一個分身 他可以瞬移 嗯 等於說就是拚操作的角色 那我應該會養寵物 哈哈 會不會想要帶寵物一起玩 因為寵物 我自己實際玩起來就是 就是很可愛 就是 很可愛 在這一章可能我就不會用 因為這一關的怪 剛好跟他長得連模一樣 對 然後我們會打到有點混亂 對會打到自己寵物 但是有些 我上次試玩的時候 他的怪物是人情怪 就蠻適合的 人情怪就不會分錯 對 等於說不同章節 可以使用不同的搭配 這也是這遊戲的特色之一 好 那我們今天試玩就到這邊 那大家就9月的時候 其他我們冰原金衣3 正式上市囉 沒錯 欸 剛剛玩完遊戲了 對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來訪問 製作人跟民宿 比較特別的是 就是PS玩的DN那邊的問題 跟我們自己 現在等一下問問 是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可以 可以看看那邊 再跟我們這邊 就是大家可以 獲得到更多的答案 資訊 對沒有錯 工作結束了 結束之後要幹嘛呢 但是喝啤酒 其實因為剛剛 因為要訪問製作人 然後我很怕講話會有酒氣 所以我一直不敢喝 所以我現在才喝了 還沒喝啦 我們現在來喝喝看 這我聽說是什麼 韓國比較知名的牌子吧 什麼CAS CAS 喝喝看 CAS 就啤酒 就啤酒 喝不出來 我們還有外帶一些炸雞 等一下如果去 因為我們從這邊搭接駁車到機場 要兩個小時 對 差不多兩個小時 所以我們可以 開車的話可能要兩塊 對 所以我們也許在路上沒事做 我們可以吃吃炸雞 再喝喝啤酒 我們這邊還有一整袋的啤酒 這邊還有一整袋 可以路上慢慢的吃 兩天一夜的韓國所有的之旅工作結束啦 那麼現在其實人已經到機場這邊來了 耶 對 坐超久的車 兩個小時多 因為中間有一點點塞車啦 那還滿開心的 這一次就是很感謝2K的邀請 然後我們讓我們 還有先前一起打韓國這樣子很快速的旅行 佛心公司 對 雖然很可惜就是 時間很短 然後其實廠商那邊也會覺得說 啊如果有多一點時間可以再多招待你們兩個就好了 對啊 沒辦法 對啊 還會有一支影片就是在訪問那個製作人那邊的部分 所以請大家在期待我們另外一支影片咧 那請記得幫我們訂閱小鈴 訂閱跟開啟小鈴鐺追蹤在這裡嗎 對 開啟訂閱 然後跟開啟鈴鐺追蹤 然後別忘了就是 八樓葉子的專頁 然後還有Youtube其他影片啦 那就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 躺小心 清楚 按照 誓言 這座 觀itor 你們 這邊